二千多年前 老子为关陵 允喜诸道德经 临别的时候他说 子行到千日后 于成都青阳试尋 一千日之后 允喜医药去到青阳宫 老君显发相 坐着紫金连台为允喜演道法 从此 成都青阳宫成为神仙聚会 老君传道之圣地 这座青阳宫 至今仍然陋立在成都城以西 千八年来 见证着道教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发展 被誉为川西第一道观 来到位于成都城之西的青阳宫 第一座见到的建筑物就是山门 原本的山门在明代的时候已经兴建好 之后经过修建 就成为了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样貌 在山门前 有一对白色的石狮子露目双向 有镇守山门的象征意义 进到这里 在左边我们看到青龙星君 而在右边我们会看到白虎星君 它们镇守着门的左右两边 从这里的布置 绝对可以体现到道教的文化内容 清阳宫的山门 不单只可以体现道教文化 更加指现了中华文化传统 山门飞禅之上 有龙、虎等的动物雕刻 象征着吉祥 而写着青阳宫的金色幻扁 就更加是清朝乾隆年间 成都华阳怨令、安雄德的物跡 是青阳宫一件很重要的文物 很多道教的宫观里面 都会供奉皇陵观 根据道教的神仙体系里面 皇陵观是负责护法奸壇的神灵 而在青阳宫这里 我们就可以找到 重建于清朝光水年间的灵祖殿 灵祖殿占地450平方米 殿宽有27米 深15米 高20米 是一座楼底式结构 与山门建筑合为一体 从皇陵观神像的神情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庄严 它左手手持灵观手印 右手执金边 愈以所有邪魔外扰不得前进 有镇守青阳宫的作用 经过灵祖殿再往内进 经过两旁临阴大道 就来到青阳宫第三重建筑 混元殿 混元殿之内 供奉着太上老君 也只是世人所认识的老子 根据道经所说 太上老君由道气所生 为了普渡仓生 遂降生成人 宋朝的时候 宋真宗封太上老君 为混元上德皇帝 清阳宫的混元殿应而得名 混元殿面积大约有610平方米 由26条石柱 两条木柱支撑 在每条柱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吉祥图案 可以见到 中国人喜欢利用哪些动物 鱼耳吉祥 很多宗教对于宇宙如何形成 都有自己一套观点 而道教认为世事万物 源自于道 天和地都是万物的一种 而道是生成天地的源头 道产生了气 再生阴阳意气 然后再生万物 在混元殿里面的太上老君神像 他手持着的乾坤圈 就正正代表着道教的宇宙观 把乾坤圈拉开 变成一字 将《道德经》里面提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思想 表露无畏 在混元殿后面就是慈航殿 供奉着慈航真人 慈航真人 民间相信是观音大士的化身 不过就未必很多人清楚知道 其实观音大士都是道教的神仙之一 慈航真人 不少人相信他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 到了明代的时候出现十二金仙的说法 慈航真人是其中之一 他一位救济苦难 好到众生的先真 道教是一个兼容并促的宗教 根据神仙体系 道教除了本身原有的神仙之外 有些是经过多年来 吸纳地方信仰的神明 或者其他宗教的圣人 就像观音大士 观音大士既是道教的神仙 又是佛教的菩萨 亦是民间宗教信仰的神明 可以说是建基于 道、佛、文化的融合表现 和道教文化 与中国民间信仰 互相吸收的结果 其实道教文化 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八卦和太极图案 我们日常生活都会见得到 我们见到八卦的图案 会联想在风水玄学 而见到太极的图案 我们会联想到太极功夫 又或者是中医馆 这个代表着 道教宇宙观的十二属相 太极图浮雕 位于清阳宫第四重建筑群之内 而这一组建筑 亦取名八卦亭 八卦亭 占地大约二百九十平方米 重建于清朝同志十二年至光岁八年 这里是清阳宫最精美的建筑 每一个布置都反映出道教内容 八卦亭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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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 体现道家哲学思想 而亭的建筑 就表现出中国石雕艺术的伟大 八卦亭 外禅八角 各端上有八条盆龙柱 八条盆龙柱雕刻了八十条金龙 每一条都许许如生 气势磅薄 而柱身用上黑色 与金龙 白云形成强烈的对比 食材非常鲜明 绝对是石雕艺术的真品 每一层的飞蟹都精致地雕有 石、杖、虎、炮的图案 而飞蟹的尽头 就盘绕着张牙舞爪的玻璃青龙 屋顶部分就只有莲花瓣 托着玻璃葫芦补顶的装置 整座高二十米的八卦亭 在阳光的照耀下 就显得更加壮观 无愧为青阳宫的重要代表建筑 而从庭外入到庭内 就可以看到里面 所有老子骑青牛的发像 青牛的头向西望 表现了二千多年前 老子西出咸谷关的情况 对联上面写着 当我们阅读有关不少青阳宫的资料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他和老子是很有关的 在二千多年前 老子为关令允喜绝道德经 临走前他跟允喜说 一千日之后 允喜就可以在青阳市这个地方找到他 而青阳市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成都青阳宫 在一千日之后 老子真的再次在青阳市出现 而且还向允喜显然发尚 之后就有人说了 青阳宫这个地方 就是老君再次降生的地方 还在这里建了功冠 从西州发展到唐代 青阳市终于在唐禧宗时 改名青阳宫 一直沿用至今 李唐皇朝将道教定为国教 道教迅速发展 青阳宫的规模也相当大 奠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格局 青阳宫在唐代历史 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百多年的历史中 就曾经有两位皇帝住过在这里 所以青阳宫的建筑格局 也教宏大 以及带有皇庭特色 青阳宫在唐末的时候 可以说是在四川 是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宫冠 加上和唐代几位皇帝的关系密切 所以青阳宫这里 除了供奉着不同的道教神仙之外 在唐皇殿这里 还供奉着唐高祖夫妇 和唐太宗的仗 经历过唐宋两朝时的兴成 青阳宫的殿宇 到明朝时受到乱兵严重的破坏 后来清朝的时候 又经过多次的重修 所以现时青阳宫大部分的建筑 都是建于清朝年间 三清殿宫是清阳宫的主殿 是清朝时期重修的重要建筑之一 三清殿的面积非常广阔 总面积有1600平方米 它整作电基为正方形 长40米 在三清殿的左前方 就是一座古铜钟 是明朝时所铸造的 有三千多斤重的 而在它的殿的右前方 还配有一座古 是广阳宫的 慕古神宗 令三清殿显得更幽远 而三清殿内的神仙造像 就令这里显得更加莊严 端坐在莲台之上的 玉清原始天砖 位列于大殿中央 它的左边就有上清灵宝天砖 右边就有太清道德天砖 除了三清神像之外 三清殿内 还供奉有十二金仙 钟离正阳祖师 女纯阳祖师 及开山真人的神像 此外最特别的 应该就是在三清殿内的两只铜鸵 铜鸵由黄童所主 其中丹国铜鸵 在清朝的时候 由大学士信阳子 从北京送到来清阳宫 传阳老子的遗迹 而双角的铜鸵 就是为了配襯独割羊 而在杜江九年时铸祖 清朝是清阳宫建筑重修的重要时期 不过在这段期间 就发生了件重要的事情 一直影响清阳宫直至今日 说的是全真龙门派法治的传人 当时是乾隆八年 武当山全真龙门派的弟子 张清野真人 被邀请到重修后的清阳宫作主持 但是张清野真人没有接任 他反而推荐他的徒弟作主持 而且还帮他在清阳宫这儿 接待十方道众 自此清阳宫又再热闹起来了 而且全真龙门派就在扎根 从脑子显现发相于清阳宫开始 二千多年来 清阳宫走过轻衰 今天再由一众全真龙门派弟子 为这座拥有无数历史的道教公冠 展现时代蓬勃的生机 将道教文化内容 继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